回忆当时独居的父亲晚上发烧倒汗 林小姐仍心有余悸 林小姐的父亲原本计划到三种类户院区开刀治疗肿瘤 结果在开刀前夕确诊 由于发烧等症状持续 却因为医院没有病床无法入院治疗 担心独居的父亲安危 林小姐与家人在魅力基隆脸书粉丝专页上留言寻求协助 没想到小编真的帮了大忙 让林小姐超感恩 因为我们本来想说 只是一般我们民众在小编上面 或者是在粉丝专页上面 大概就是只是问题的一个抒发 那没有想说 其实小编那边他们能够体 能够马上能够及时回复 这个是我觉得蛮感心的部分 因为本来想说只是一个问题的单向的一个窗口 但没想到说它就是一个平台 然后可以得到及时的一个帮忙 像我们是在大概中午的时候 中午大概早上中午的时候去跟粉丝专页做这个问题的回复这样子 问题的反应 但是我到我爸爸住院 到我爸爸去长根是晚上七点 所以他们 其实我觉得那个效率是很好 因为马上在大概七八个小时之内 我爸爸就能够得到医院方面的救治 到晚上的照顾这样子 我觉得那很快那效率其实是蛮好的 每天都会上魅力基隆粉丝专页回复留言的基隆市政府小编陈云章 对于能够帮助到民众也感到很开心 发现之后就觉得这个其实因为是有关于那个病情的部分 所以很快就跟我们的科长来一个回报 那科长也觉得这个事情它确实有急迫性 那很快就跟我们的卫生局的那边的长官来联系 那后来也很快的做一个处理 那最终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圆满的一个处理的结果是 我觉得是蛮高兴 经营魅力基隆粉丝专页快六年 陈云章说疫情升温后的确有不少民众在留言区提问 让粉丝专页成为另类防疫咨询平台 而能够协助辛勤的防疫人员帮到民众忙 也让他觉得很有成就感 虽然说我们的粉专业可能只有我一个人目前在负责 那所以能够尽力的部分我们就尽量来协助 那我也相信说其实这样相关的一个事情 在卫生局或者是我们在接专线的所有的同仁来说 其实大家都蛮辛苦的 那尤其这疫情将近两年的时间 尤其就是在医院第一线的那些工作人员 一定是比我们更为辛苦 那只是说今天刚好有这个机会 能够帮上民众的忙就觉得蛮有意义的 那也觉得还蛮有成就感 除了魅力基隆的小编主动通报 居中联系安排父亲住院的基隆市卫生局 一任科长等人 让林小姐更能体会第一线防疫人员真的很辛苦 防疫人员他们真的很辛苦 每天可能收到电话 可能我们只是打电话过去几个 几十分钟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但他们可能不是只有八个小时 一般上班时间 他们有的是24小时 或者是超出那个平常工作的量 所以在这个疫情之下来说 我觉得大家都尽最大的努力 林小姐说这一次经验让他觉得防疫人员真的有在做事 也希望为所有防疫人员加油打气 一起来面对疫情威胁 记者张启腾 金融报道